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届政府的开局似乎不错 领导班子也很有士气 但不知道是否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急于求成 思虑不周的感觉 例如为了提速提亮地兴建公屋 政府很快速推出了简约公屋的计划 这个计划胜在快 但不惜公本 一个只会用5年就要拆卸的简约公屋单位 建筑成本竟然和标准公屋差不多 相信未必个人都觉得是物有所值 其中一个地盘坐落于启德的中心商业区 政府说5年是临时的用途 所以完全没有和当地的居民摸底或咨询 做法都有些先斩后奏 而且这个项目是否真的可以预期在5年之后拆卸 这5年又是何时开始计算的 目前都不是很清楚的 政府最近又推出名为二通行的不停车缴费服务 旧司本来很好 但实行的时候又操之过急 2月8日宣布在2月底就要在青沙管制区实施 虽然当时已经有一半的车辆申请了车辆贴 但仍然还有很多人未拿到车辆贴 包括一些年长而不习惯在网上提交申请的的士司机 于是很多车主和司机争先恐后去运辆署申请 而服务点又不是很足够 情况都很混乱 最后运辆署只好押后实施日期至今年5月 另一宗就是在内地有服刑记录的科学家何建辉 透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获批来到香港就业 事发之后入境署急急作出修改 要求申请人申报刑事记录 香港的人才坊的确是十万伙急 但抢人才也要做好基本把关工作 不需要经常标榜这个计划非常快 最快一两天就可以批出申请 公营部门的工作有些程序是必不可小的 要急都不用急成这样的